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明星的影响力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越来越需要优秀的榜样将乱象拉回正轨,有人站出来,有人倒下去,广电的一纸通告吹响了肃清的号角,坚决抵制天价偏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坚决抵制流量至上,坚决抵制违法失得一人,三个坚决,有人欢喜,有人愁,不到一年的整改中,多为一人保证。 被封杀,说是娱乐圈大地震也不为过,从顶流一落千丈的不在少数,这八位被封杀的明星艺人,行为一个比一个恶劣,下场大快人心。 一、郑爽,顶流小花,话题艺人,从出道一起来看刘新宇的《楚雨荀》开始,一部剧就让她成为了人气王,清纯的外表,一头乌黑的长发,看着十分有效原剧女主的味道, 虽然演技被人褒贬不一,但是流量当头的时代,找她的剧本像雪花一样任她挑选。 单纯无故的外表下,谁没想到,第一个先被封杀的会是她。 郑爽和自己的前男友张衡在网络上互私,被张衡爆出了找人生孩子的事情, 当活女星靠着清纯外表,俘获了不少男粉丝,结果已经是孩子妈了? 这不但粉丝接受不了,连网友也感到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事情越报越多,阴阳合同也浮出水面。 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郑爽只拍摄了七天,片酬却要到了1.6亿元,这还是偏方砍价之后的结果, 得到了偏价天酬,郑爽那边还不满足,还要签署阴阳合同,通过两份合同拆分片酬,达到偷税漏税的结果, 赚了那么多钱,却不愿意按规定办事,人果然是贪心的。 最后查明,郑爽2019年到2020年未申报的个人收入1.91亿元,偷税4526.96万元, 其他漏税款2652.07万元,追缴税款和质纳金共计2.99亿元。 而郑爽本人也被列为劣迹艺人,就此封杀,国内市场再也容不下他, 一代顶流小花就此销声匿迹,只能说是贪欲害了他。 二,吴亦凡。吴亦凡作为韩国天团XO前成员,也是一代顶流, 高挑的身材,俊朗的五官让他收获了不少的迷妹, 也因为俊朗的外表常常被问及恋情问题,吴亦凡都会害羞地回答自己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人, 粉丝也觉得吴亦凡还是个大男孩的性格,就是这个大男孩频繁打了粉丝的脸。 2016年,一个叫小Gina的用户放出了几个聊天截图,还有一些明显就是偷拍的照片, 照片中的主角就是吴亦凡。这个纯情大男孩在聊天里像个黏人精, 言语之间也很暧昧,完全和外界看到的吴亦凡是两个样子。 如果只是普通的谈恋爱,粉丝伤心一下就过去了, 没想到小Gina爆出吴亦凡冷暴力的事,在发生关系一段时间后就各种信息不回, 也不说原因就从此没了消息,这才逼了小Gina把她的嘴脸爆出来。 不过顶流哪是这么容易塌房的? 在吴亦凡背后的公关团队操作下,吴亦凡凡凡凡没受到什么伤害, 吴亦凡也就此转型,不再说什么自己很传统的话。 很长时间就在大家快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又冒出来一个独美竹, 她的锤可比小Gina的很多了,也更会利用舆论, 金句评出,我的很大,你忍一下, 以下成为了各种视频网站的鬼畜素材。 更戏剧性的是,这件事中间还有个人,想要两头索要钱, 这个人叫做刘某条,作为和这件事无关的人, 却凭借着网络的掩护冒充两边的人, 向吴亦凡和多美竹方面都索要了钱财, 最后吴亦凡方面将钱打给了多美竹, 没说到钱的刘某条继续勒索吴亦凡, 吴亦凡团队人无可忍,报警控告多美竹诈骗, 一下子把事情闹大了,警方在查验过程中逮捕了刘某条, 但是也查出了其他的关于吴亦凡的事情。 吴亦凡有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的情况, 利用选取自己MV女主角的诱惑, 引诱十多名女性聚会,并将她们的手机没收。 现在吴亦凡已经被有关部门逮捕,等待宣判, 也成为了触碰红线最严重的一位艺人, 在宣判之后也只能遣返回加拿大, 并且可能要再受一次审判,引语生涯可以说就此毁了, 本是顶流,享受鲜花掌声和灯光,前途无限, 却因为一时的贪念,阴差阳错间断送了自己所有的路。 3.霍尊 霍尊作为新二代,子承父业走上了歌星的道路, 一头长发一身白衣,正是翩翩古风少年, 这个看着干净的少年私下的形象却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2021年8月8号,霍尊的前女友陈露爆出两人过往的恋情, 如果只是恋情的事情,霍尊并不会被封杀, 随之而来的是陈露爆出,霍尊冷暴力, 私下谈论女性身材,言语不堪入目, 而自己为了她付出了几年的青春, 却获得是一场冷漠,连个名分都没有, 聊天记录摆在眼前,霍尊的人设瞬间崩塌, 虽然也采取了反击,让网友看清陈露也不是什么无辜女人, 就是为了钱而已,但是这个让人觉得单纯干净的古风少年 终究是占上了污点,虽然霍尊没有犯法, 但是道德上的谴责也让她的心徒受损, 再继续争吵下去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而陈露也不是演艺圈的人,两败俱伤对她的伤害极小, 经过深思熟虑,霍尊宣布无限期退圈, 至今对于霍尊退圈是否值得的讨论, 仍然在继续,也算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被封杀的艺人了。 四,李云迪,不少人在女人的世上都栽了跟头, 谁能想到还波及到了音乐界, 李云迪作为钢琴家,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和王力宏的兄弟情, 伴随着两人多年,虽然一直想摆脱这个标签, 但是也没人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摆脱的。 柴阳群众一直是个神奇的存在, 不少明星都栽到了他们的举报上, 而这次他们出力,直接让警方在一些娱乐场所, 发现了钢琴王子李云迪。 当时的场面极度尴尬, 而这次的通报也让网友惊掉了下巴。 随后有知情人爆料,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李云迪被抓了, 只是之前花的钱被压了下去, 这次实在是压不住。 而李云迪也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干净纯粹,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就众所周知她的私生活混乱, 她自己也在节目上坦言, 自己交往女友三天就要发生亲密关系, 再久就忍不了。 没想到,看着干净的钢琴家原来是这样的, 在广电的整治之风下, 李云迪的钢琴事业也算是毁了, 至少是不能踏进演艺圈了。 5.王力宏 李云迪和王力宏的名字常年绑在一起, 李云迪出事之后, 王力宏的粉丝刚想高兴, 王力宏终于摆脱了她, 王力宏自己也栽了跟头。 王力宏在出事之前, 风评极佳, 捐款领养孩子做公益都没少过她, 而且她本身出道早, 实力佳, 人长得也帅, 谁也没想到她会突然塌房。 她塌房的原因也是来自于感情上的纠葛, 王力宏的前妻李晶雷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连人从十多岁就认识, 后来顺理成章的恋爱结婚。 只是李晶雷不是演艺圈人员, 所以一直很低调, 外界看到她的场合基本上都是和王力宏在一起, 而就是这个低调的女人, 却掀开了王力宏温润如玉面孔下的真相。 谁也没想到, 这对恋人会在婚后八年宣布离婚, 更没想到的是, 离婚之后, 王力宏的绯闻就开始满天飞, 而她的前妻也给这个绯闻送上了一记重锤。 李晶雷签字长文中控诉王力宏长期家暴, 和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发生关系等, 每一个字眼放到王力宏身上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王力宏方面却始终没有证据反驳, 双方只能网络上隔空反击。 王力宏多年的口碑也全部崩塌, 是事情还没有落下帷幕的时候, 央视就先出手了。 央视一套本来有个王力宏和谭薇薇的合唱, 被眼睛的网友发现只剩下了谭薇薇一个人。 王力宏的品牌代言纷纷解约, 活动她的名字都被模糊化处理, 她自己也有个人品牌被相关网站全部下架, 一代天王终究是晚节不保, 虽然不触犯法律, 但是道德也在约束着每一个人, 尤其是作为明星, 自身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王力宏实力确实是优秀的, 但是也不能掩盖私生活上的问题, 希望她能好好地反省自己。 六,前锋, 近些年最倒霉的节目可以说是天天兄弟了, 一直以来都被快乐大本营压一头, 后来又是成员入伍, 欧帝田园出事备患, 五个人最后只留下了前锋和汪涵, 前锋以憨厚的外表说人喜欢, 经常在节目中一副受气包的样子, 但是人看起来白白净净的, 虽然有点发福, 但是观众缘一直很不错, 就是这样一个给人感官很好的主持人, 一出事就是惊天大瓜, 一个名为小义希望坏人被惩罚的用户, 发表了一个长文, 长文中的另一个主角就是前锋, 他之所以站出来, 也是要揭露前锋强行和他发生关系的事情。 在他的描述中, 小义是作为天天向上的嘉宾, 认识了主持人前锋, 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 他现在才有勇气站出来揭露, 当时参加完节目之后, 有人告诉小义, 有个主持人想认识他, 他想着能够认识主持人, 也是很荣幸的事情就同意了, 这个主持人就是前锋, 在他的描述中, 前锋多次想约他出去吃饭, 他都拒绝了, 直到2019年的某一天, 实在拒绝不了的他, 同意了和前锋出去吃顿饭, 两人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点果酒, 这家店他原来来过, 知道果酒的度数很低, 所以放心的就喝了, 没想到这一次, 仅仅是几杯果酒就让他感到的头晕, 他怀疑是被下了药, 但是这个还没有证据, 只能作为一面之词, 后来就是意识不清, 等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在陌生的地方, 旁边睡着的就是前锋, 前锋也安慰他, 是他非要和自己回家, 自己也确实喜欢他就带他回来了, 回到家之后也是他缠着前锋, 所以发生了关系, 当然这些话是前锋说的, 而女生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后来调取了监控, 发现自己当时已经如一滩烂泥, 失去了行动能力, 是被强行拖入房间的, 前锋发现事情败落后, 还给他转了不少钱, 想要用金钱弥补他,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所以忍了下来, 直到吴亦凡的事情爆出, 他也找到了一线生机, 才选择把事情揭露出来, 这件事也让湖南台的形象一落千丈, 前锋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直接发布声明自己对不起台里, 会自动离职, 不牵连其他人, 往日的天天兄弟最后只剩下汪涵一个人, 这些人作为明星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巨大的影响力, 也遇到了更多的诱惑, 却因为一时的贪念走错了路, 葬送了自己的未来, 不知道他们面对现在封杀的后果, 有没有过反悔, 感谢!